每當我們看到類似的方程組 分別就是有些未知數大概由1到5次方組成 我們一般都可以這樣切數 我們首先切X加Y加C 我給它一個代號就叫M1 然後就是它們兩兩雙乘的積組出來的和 XY加YC再加CX 這個東西我給它一個新的代號就叫M2 然後就是這三個數的積組 XYC這個東西 組成的東西就叫做M3 為什麼會這樣切呢?我們稍後再說 然後我們看到這三條式分別就是一堆數 它們有1次方、3次方和5次方組成 既然是這樣,我們不妨切一個新的代號 那分別就叫做S的I 那它等於什麼呢?就等於X的I次方 加Y的I次方 再加C的I次方 那所以這一條呢,左手邊第一條呢 這個東西就叫S1 然後這個東西就叫S3 那接下來那條就叫S5 那為什麼這樣切呢? 那我們首先是GENAMIC一點看 我當暫時還沒看到這條方程做 GENAMIC一點看 我們凡見到S1就會有 S1就等於M1 那而S2呢,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M1的平方 減2個M2 S3呢 就會變成S2個M1 減S1個M2 然後再加3個M3 那然後呢 S4呢 就會接著下去了 就是S3個M1 減S2個M2 然後再加S1個M3 那最後當然不少這個S5 就是S4個M1 減S3個M2 然後加S2個M3 那為什麼會有一堆這樣的東西呢? 那我們搞得這麼複雜 其實都是打算把它化繭的 那我們看到這裡有五條色 那我們化繭完之後呢 怎樣化繭呢? 我們就代S1 等於S3 等於S5 這三個東西各自都等於3 那我們濕下去 然後就可以慢慢化繭了 我們化繭了出來 就會有M1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3 然後S2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9 減2個M2 然後M3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3個M2 減8 然後S4呢 這個東西就等於2個M2的Square 減15 到最後最後呢 我們就會有40個M2 等於120的 那我們搞這麼多 又S又M 那我們終於解 解到M1 M2 M3分別是什麼了 那當然M1一看就知道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3了 那M2呢 這個東西呢 都是等於3的 那M3這個東西呢 等於1了 那回到最開始的問題了 那為什麼我們會用綠色的這一堆東西呢 那首先 我們要解答的第一件事呢 就是因為我們要解方程 那而這一組方程組呢 就有3個未知數的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不妨切一條3次方程 那我們切一條3次方程 就需要一條所謂3次方程的位達定理 那我們怎樣方法呢 那我們需要3樣東西 第一就是這3個根 的和 那第二就是 這個M2的東西了 太複雜了 我也不懂怎樣形容 那最後當然就是3個根的積 那這三樣東西都有齊呢 我們就可以form一條這樣的 equation 那所以我們接著下來就照做了 那一條可以解 XYC 用來做根的一條3次方程呢 就是這樣的 就叫做T的3次方 減 3個T的平方 加3個T減1 那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0 那 就發覺呢 這個 如果大家對得多的話 那這一個方呢 就是一個完全的 立方數 也就是等於 T減1 整個東西的立方 等於0 那 之前說過 XYC 就是 T T就是 這3個東西 做根而form出來的東西 那 所以呢 這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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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題目呢 的解呢 就是 T等於1 那也就是 XYC 都是等於1 那我們寫回 這次這條題目的解呢 就是 這樣寫的 X 等於1 Y等於1 和C等於1 那你把全部代替下去呢 就不怪不得 無論你幾多次方都好 那它全部加起來 就等於3了 就是這樣